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今天聊一聊孩子吧 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小孩真的特别的辛苦 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你们知道现在最新兴的一个少儿培训项目是什么吗 特别火 编程 编程 对 少儿编程 六岁的孩子就让你去学编程了 我在想六岁的孩子学编程不会很困惑 学完以后回到家 爸 妈 你们让我学的这是啥呀 一把一把掉头发呀 这是啥 我牙还没换完呢 头发就没了 再说我想穿小熊的衣服 不想穿格子的呀 天天都是格子的 不想穿格子的 但其实我理解 每一代人小的时候都不容易 比如我这一代人小的时候 男在哪呢 就是你在学校 如果你成绩好 你不能表现得高兴 怕别人觉得你骄傲 反正我当时是这样 如果老师在前面宣布成绩 说 这次咱班期末考试 第一名我在下面 是我 周期末 我的眉头立刻会皱起来 那个表情就是 为什么会是我 然后这个时候呢 班级里那几个学习好的学生 会向你投来那种 鼓励而仇恨的微笑 这个时候 一定要跟他们眼神交流一下 小声交流一下 对吧 一定要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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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会提瞎写的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你啊 肯定是 肯定是你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算错了 周期末上来拿卷子 去了去了去了 谢老师 怎么搞的这次日 就一定要特别的虚伪 因为你一定要做 老师心目中 那个谦虚的孩子 因为在学校 所有的东西 都是老师一手控制 一手指挥的 连合唱也是 你们还记得 小学的时候怎么合唱吗 大家站着一排一排的 老师站那儿 指挥 唱颂别 预备 起 长亭外 手别动 古道边 白头 芳草碧脸天 带点感情 带点感情 万能够 流迪生产 看老师啊 西洋山 外山 这期前排你掰了啊 天之呀 地之 唱完以后 老师还要夸 看我们这群小天使 多可爱啊 天使啥呀 天使 谁家小天使 颈椎这么不好 读课文的时候也是 一定要齐读 好好的一篇课文 一齐读就变成那个样子 预备 齐 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 叶子黄了 一群大雁往南飞 他们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 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 你发现没有 你在哪儿停顿 完全不取决一标点符号 就取决于你这口气 还有多长 每天晨读 我们都有同学缺氧的 读着读着 我怕是排不成一字了 你们排吧 还有写作文 一定要大家写的有文采 很多同学不知道 作文怎么才能更有文采 所以呢 就会编一些名人名言 然后安在鲁迅 富兰克林 爱迪生这样的人头上 关键你编完以后 交上去 老师批的时候 他也很懵 他也不敢确定这句话 是不是这个人说的 批着批着 我确实没有读过 富兰克林的作品 但是多个朋友 多条路 是不是有点太社会了 富兰克林是这种人吗 再往下看两行 爱迪生也说过 少个敌人少赌墙 绝对是扯 帘都对着对帘了 富兰克林说 我给您出一上帘 爱迪生说 您来了 当然在我的印象里 整个学生生涯 最难的不是什么作文 最难的是英语的听立体 因为你答所有的科目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对吧 只有答听立体的时候 必须按照他的节奏来 你的注意力会特别的集中 因为你知道 有些话 一旦错过就不在 那个广播一想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uestions Pesage one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 第五天躺吧 他比较来个 雅巴叫鲁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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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同学 就是听立体放完以后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心里在想 什么意思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我是护兰 来好 来好 比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剩十个人 我有点不相比了 是因为根据我之前 看过那些综艺啊 十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多好 而且你看 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会跟我说 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不阳 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 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 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吗 我是一个从开始到现在 才说了三年的脱口秀演员 现在赢给我扣上了 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 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其中考试 满分100分 我考了5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办第一 91分 就它比我遗憾多了 它看那个卷子 它又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 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5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5分 教授说 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是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 对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志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志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什么蓝宝石 黑松鹿 红土江 绿巨 真的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咱哪玩不是玩呢 大学分 985211 那绑八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息的话 什么哎呀 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 这句话在英语里面 叫做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诗 表示虚拟语气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 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跳就得上51talk 51talk 在线清朝而英语 有真人 外国老师 一追一脚海 现在下载51talk app 还免费试听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 我说我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 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 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 频率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真的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股市值股市值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昨晚做梦去参加高考 那股市值梦也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这高考真的是 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 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 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 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努力工作 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 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 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我经常上课说小话 我被老师抓出来 我爸就是我的英语老师 经常上课就是 逗逗啊 不要吵了呀 来 站起来 你看你一吵 我把你揪出来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分钟 本班一共四十五个同学 那就是四十五分钟 你一个人耽误大家一节课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老师的概念里面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程度副词一样 带着情绪你发现了吗 seriously really you have to do that 朋友们这段教训 通常到这就结束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同学 敢搭话 敢揭馋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应该有个勇敢 无畏的同学站起来 老师 那这节课 别上了呀 耽误了就耽误了呀 但是到了下课 我爸又会说 同学们 我耽误大家两分钟 好吧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同学 他就更加应该站起来 老师 我们班一共四十五位同学 你耽误每个人两分钟 那就是九十分钟啊 下课笼共十分钟 你还欠着八十分钟 要不后面两个 你也别上了呀 我小时候成绩特别差嘛 所以我特别害怕一件事情 我特别害怕老师考完 是发卷子 哦 你们觉不觉得 每一个老师考完是发卷子 就像一个他们的娱乐活动一样 他们特别喜欢掌控那种紧张的氛围 哦 有没有看过咱们国内一些歌唱里的综艺节目 最后导演宣布成绩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吧 那个 欲说还休 那个阴阳顿挫 对吧 我爸也是 经常就是来到班里 把卷子往桌上一放 这一次其中考试啊 你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 咱们班 只有两位九十分以上 不是班长 不是班长 也不是课代表 那么学习委员 你觉得会是谁呢 更令我难过的是这一次考试 咱们班居然有位同学没有及格 我的天哪 这样的考试你都不及格呀 不想念别念了呀 罗里巴塑班天 老师终于开始发卷子了 老师发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会在念名字和分数的中间 有一段非常恐怖的停顿 你永远不知道有多久 一般是这样 李旦 这节奏太好 72 哇 你感觉72这个数字 是他刚算出来的 哦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一般是念到 我的名字的时候 逗逗 逗逗 啊 四十五